氣派的紅色沙發 大理石地面呈現氣派感 台中知名酒店金錢報 內部包商承設大曝光 連衛生紙盒都是空氣妹 這還不打緊酒店就要轉型自助KTV 還是以照顧基層員工為主 真正我們要的是工作 你政府的補助對我們來講 只是一點點小小幫助而已 我們最需要的還是工作 就是真的撐不下去了 讓金錢報終於等到副業這一刻 馬上申請自助KTV打頭鎮 包廂費用每小時從1000元起跳 大包廂5000元最多可以容納29人 而且人數超過還會再額外計費 價錢跟坊間連鎖KTV相去不遠 10月5號兩度申請副業 不過台中市府點頭同意的 只有三樓這個缺塊 因為營業登記項目為試聽歌唱 並無賠視 我們有31間包廂 總容留人數是280人 幾些員工就是這些員工 五個多月沒有工作了 我們不知道說我們改自助式 KTV跟外面的競爭起來 我們能不能有優勢 所以說還是以照顧基層員工為主 明天要副業的時候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副業 大概都七八十個人這樣 畢竟不開門迎客 每個月虧損無法止血壓力 可想而知 從指揮中心公佈核准 休閒娛樂產業有條件副業 台中市已經有37家通過申請 非常高興 我們今天開始可以 又可以唱GK了 公司從早上開始準備資料 然後一直到中午前的時候 就馬上送件給市府 那市府也很快的 在下午五點鐘以前 就核准我們這邊可以開始營業 讓員工有班可上 有錢進帳 開門迎客 接下來就是麗拼 撐過義後時代的營運考驗 歡迎新聞紅日程 吳明葉劉沛庭 台中報導 日韓焦點 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 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合 台灣 in or out 每週四晚間9點 環雨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